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所以很能调整于此 同时我们的许多客户都在转向iMac 因此我们看到了一条可以解决问题的途径 许多用户在iMac上并没有受到跟Mac Pro同样的限制 我们投入了很多精力 幸运的是 在经过了1826天的等待之后 全新的Mac Pro终于有在明年年底之前发布 去年同样是在Mac Pro圆桌会议上 苹果的营销总监菲尔西勒Future透露 公司正在彻底反思Mac Pro 正在开发一款新版本的Mac Pro 这将是苹果为科克的Pro客户设计的最高端的 最大吞吐量的桌面系统 菲尔西勒表示 新的Mac Pro将是一个模块化系统 与之一同道来的 还有一款雷电显示器 Underbolt Display的继任者他说 今年你不会看到这些产品 我们正在开发中 我们认为为那些想要Mac Pro模块化系统的专业用户 创造一些很棒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这需要耗费更长的时间 苹果在2017年12月 关于Mac Pro的新闻稿上简要重申了Mac Pro计划 除了新的Mac Pro 苹果还在位需要高性能 高吞吐量 模块化和升级设计 以及新的高端Pro显示器的专业用户设计 全新的下一代Mac Pro 根据往年的情况 苹果公司提前公布即将推出的新产品的情况并不多见 但人们越来越担心 该公司不再专注于专业用户 以至于菲尔奇勒不得不向客户道歉 并让大家放心 我们暂停了Mac Pro的升级和更新 对此我们感到很抱歉 不过我们将推出一些很棒的东西 来替代它我们致力于Mac 苹果的Mac团队有很多软硬件方面的人才 我们已经为未来规划了很多伟大的产品 Mac目前仍然是苹果为专业客户提供的核心产品 今年4月苹果证实新的Mac Pro将于2019年发布 但没有透露具体时间 关于新一代Mac Pro究竟会有多模块化还存在一些争议 但许多人希望苹果能回归到真正可升级的塔式机箱设计 就像2006年至2012年的Mac Pro那样 苹果还没有公布新款Mac Pro的设计 功能、技术规格或价格 更多细节很可能会在2019年6月的全球开发者大会 WWDC或者另一场苹果发布会上公布 欢迎关注微风网官方微信微风网 WEIPHONE2007 汇聚最新Apple动态